许多家中长者都有如何使用药物的问题 市府卫生局也在各区设立了高龄友善药局据点 整合医疗机构的健康照顾和咨询服务 让药师走进社区 并且解决长者用药的问题 药物的种类众多 如果不特别注意使用 那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危害身体健康 对于高龄长者使用药物也需格外小心 为了能够协助长辈们安全用药 市府成立高龄友善药局据点 也营造一个长辈们安全的用药环境 我们是整合了我们社区的药局 还有我们所有的药师 医院里面医疗院所还有社区药局的药师 那我们一起出去 然后做居家的药室服务 还有社区的药室据点服务 然后另外也有做机构式的药室服务 接种药室服务的长辈经过访试后 用错药物的比例也下降许多 市府也持续扩大办理 让预防医学社区医学整整落实到家户中 也让药师成为居家健康守护的一位成员 从七种药下降到四种药 然后按照处方签服务的比例 从原来的3.5% 几乎没有按照处方签提高到55.8% 大概六成左右可以按照处方签来服药 也大幅的提高了用药的安全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社区医学 预防医学落实到我们的家户当中 那让这个药师走入社区也走入家户 让药师成为我们健康守护的一环 在忙碌的生活中 可能无法及时了解家中长辈们的用药情形 对于市政府推动友善药局的服务机制 确实能有效改善长辈们用药安全 以及药物滥用问题 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到就近卫生所 或是健保局查询相关资料 台湾有线新闻林瑞峰 总理财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